44岁苏提达王后老得快 卷发造型又土又村 洞灵女神形象破灭 马哈国王家缅四年以来 各种花边新闻不断 后宫频频被推上风口浪尖 苏提达即使贵为一国之后 心底里没有任何安全感 时刻都在为生存问题发愁 44岁的苏提达王后老得快 卷发造型真是又土又村 洞灵女神的形象彻底破灭 看来时间是女人的天敌 苏提达即使保养得再好 也会在细节初暴露真实年龄 苏提达已经入宫十多年 早已摸清了所有规则 并且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 正是这份冰雪聪明 成就了今天的苏提达 人到中年才迎来光辉时刻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苏提达来到皇家音乐厅 参加例行公务 发布了很多现场照 细心的读者立刻发现 44岁苏提达苍老了不少 离开美颜和滤镜 和迅速献出原形 这才是王后的尴尬之处 虽然是后宫之处 但是却毫无安全感可言 再加上现在人老朱皇 苏提达必须为自己铺好后路 应对极大可能发生的危险 此次出席立新公务 泰国王室并没有发布经修照 只有粉丝发布的路透照 离开皇家摄影师的修饰 苏提达王后老太尽险 在镜头面前表情管理失败 整个人有种用力过猛的感觉 44岁的苏提达老得真快 加冕才4年左右的时间 状态就大不如从前 看来后宫里的琐事太累人 同时需要跟33位嫔妃争处 苏提达王后真是压力山大 每天一睁眼就要考虑生存问题 时时刻刻都要讨好马哈国王 这样的生活真是心累 难怪每次王后出席公务 精神都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 就怕自己的一言一行被挑出毛病 这次出席皇家音乐会 苏提达首次尝试卷发造型 将自己最柔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但是照片没有精修的状态 自身的短板还是展露无遗 不得不感慨岁月是把杀猪刀 最为明显就是身材上的改变 这段时间苏提达发福严重 脸上和复古的坠肉增加了不少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时尚 苏提达花费重金更换了造型团队 但是这次的卷发造型 还是被吐槽又吐又村 王后本身属于大骨架 更加适合公平造型 身穿态势礼服的时候又美又鲜 不少读者纷纷感慨 只要苏提达尝试现代造型 就会暴露身材和颜值上的缺陷 大波浪搭配上皮 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年代感 实在是跟时髦粘不上边 苏提达本来想凸显自己亲民的一面 没想到造型失误沦为笑柄 不老女神的形象瞬间破碎 马哈瓦吉拉龙宫 虽然已经七十多岁 但是依旧是妥妥的严控 苏提达现在显然已经放松警惕 不光变得心宽体盘 而且也不再注重穿衣打扮 苏提达最大的底气 就是来自军方的支持 这才是她立足的根本 更何况还得到了帕公主的支持 玉坤家族也对她抛出橄榄枝 难怪苏提达可以有恃无恐 以往的苏提达总是循规蹈矩 甚至用一双膝盖走路 现在显然变得高调强 此次亮相例行公路 苏提达居然身穿便服 甚至还披头散发 跟王室传统简直背道相持 不少眼见的网友认为 苏提达现在年老色衰 根本不适合现代装 身穿泰式礼服可以遮丑 展现出端装和优雅的状态 换上现代装后 迅速被打回原型 只能说岁月匆匆无情 夺走了苏提达的美貌 整个人的状态不复从前 女人只要处在高压的环境中 百分之百容易加速衰老 苏提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最为可怕的一点是 苏提达王后还自我感觉良好 在活动现场跟粉丝们友好互动 比起刚刚加冕时 现在的苏提达颜值 虽然下降了不少 但是气场却变得强大起来 美丽的容颜肯定会消失 苏提达必须为自己留后路 否则迟早被淘汰出去 膝下有个八岁的儿子 一直被寄养在瑞士 现在终于到了争夺王储的时候 只要苏提达的孩子成功上位 提帮公就会失去价值 双眉组合也不可能负重 到时候苏提达就是泰国王太后 即使年老色衰也会大权在握 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很可能会改写泰国王室的历史